988新闻线 晚上7点31分 你好我是湘君 你好我是欣怡 刚刚还讲到今天的这个新闻线的焦点 跟昨天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是同样的课题有新的进展了 而且是进展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马上进入今天的这个新闻主线 香港民众持续警察还演的抗议 香港机场今天下午开始 暂停登机 6月份开始 每个月一个小时的公民教育 马智里就说不会加重负担 董总回忆种族主义论 领袖不要激化矛盾 鼓吹族群对立 土团亲等等的组织 联署要求要查进董总 敦马就说 这个部分就交给警方去决定了 好 今天依然是有找伊文书法的课题开始 因为演变到现在 好像已经是脱离原本的那一个讨论 是不是放进去的情况 因为他延伸很多枝枝结结啊 看到首相敦马呢 他今天啊 昨天他有说到 董总反对学校纳入找伊文书法的课题 这个课呢 是种族主义的 他今天出席活动的时候 再次提到了这项课题 他就说到 董总只是为了本身的社群来斗争 就忘记了 马来西亚其实是多元种族的一个国家 那另外呢 马哈迪也是说到 我们固然有言论自由 可是始终呢 要保持敏感 不应该煽动不同的种族引发冲突 他也是有提到说 如果董总继续去刺激 煽动民众互相冲突 这是违反法律的 那针对有组织 包括这个土团党的青年团友发起联署 就要求查禁董总 马哈迪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说查不查禁 其实就交给警方去调查来决定 那针对敦马的董总种族主义论呢 董教总今天稍早的时候 就发表了一个联合文告 就表示说强烈遗憾 感觉到很遗憾呢 并就要求说这个政治领袖 应该要谨言慎行 避免激化矛盾 鼓吹族群之间的对立 他们也呼吁政府 把斯尼克兰保留在 伊斯兰的教育课程里面 那董教总的文告 就列明了几个重点 我们挑出其中几个吧 第一个就是 他们有始至终呢 都秉持着维护母语教育 推广多元文化的一个立场 那教育部官员呢 并没有针对学习 森尼克咨询过 非马来人社群的意见 董总说 例如就包括了董总 教总 戴米尔基金 还有就是五大宗教 咨询理事会 那第三呢 董教总也反对 教导这个森尼克 因为他作为这个宣教的工具 是伊斯兰化议程的一部分 而这些疑虑都是有根据的 那其实看到 敦马和董总那边 都有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到底谁对谁错呢 行动党元老林奇祥 他就说到 两个都有错 各打五十大百拿 他认为说 这个敦马把这个董总 标签为种族主义者 是错误的 但是董总声称 从2020年开始 就是明年开始 在华旦小四年级的 马来文科目里面的 这个找一文内容 是伊斯兰化的一个开始 林奇祥认为 这样的一个说法也不对 他发表文告说到 实际上这个找一文课题的争议 是前朝政府留下来的 那现任的教育部副部长张念全 也是在上个月 这个争议爆发的时候 才知道这件事情 他就说到 由于行动党在内阁的介入 所以呢 当初的三要 也就是必须要这个 要强制 要考试 而且要学生学习找一文 这个已经变成 变成现在的三步了 就是说 不强制 不考试 不学习或是书写找一文 只是介绍而已 那与此同时呢 针对敦马指责 董总是种族主义 张念全他就说 各方应该要更多的沟通 减少筑企围墙 才可以促进社会 有更多的尊重和了解 那董总被说成是种族主义 马华的亚裔弹区 国会议员魏嘉祥 他就说 不只是董总 其实华社 应议社群 五大宗教咨询理事会 茂工部前部长拉斐达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等等的 马来学者呢 其实都反对 在华旦小四年级的 国文课程 是强制加入 这个找一文书法的 所以魏嘉祥就强调 这不是种族主义 也绝对不是讨厌找一文 相反的 他们尊重找一文书法的 文化和艺术价值 也尊重说 华旦小各教育源流的取向 所以呢 他就认同 找一文书法 可以列入小学的美术课 选修课或是课外活动 但是呢 就没有必要强制 纳入这个华旦小四年级的 国文课程里面去了 不过看到另外一方面 民政党主席刘华才呢 他也有促请 这个行动党的领袖 尤其是六位的 行动党内阁部长 要针对首相 敦马卡迪批评 董总是种族主义的 这番言论 希望他们可以表达立场 他就说到 行动党领袖 是不是真的有勇气 告诉马卡迪 首相你错了 还是他们会继续 对首相的这一项评论 充耳不闻 继续保持静静呢 这一些都是 是刘华才抛出的这个疑问 那就在敦马 就说到这个董总是种族主义 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呢 玻璃市的宗教司 阿斯里 他也是有指控董总 他说呢 董总是极端组织的颠覆分子 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呢 甚至跟恐怖分子 是一模一样的 对 他也是在脸书上面 呼吁马来西亚人 要团结来对抗这些极端分子 直到他们改过 或者是离开这个国家 那敦马的这个董总 有种族主义的论调呢 已经是开始发酵了 已经陆续有组织 是发起了网上联署行动 要要求把这个董总呢 列为不合法的组织 就有看到选民觉醒行动 GPS 在前天就有通过了 这个网上就是change.org呢 是有发起了一个联署 就要求西蒙政府 把董总列为不合法的组织 那看到说刚才我们的上网 去看了一下 截至晚上的7点15分呢 已经是获得了 10万2000多个签名 是已经逼近了15万人 联署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组织呢 就在请愿的诉求里面说 董总是最先向政府提出 要反对这个纳入 找一文书法的组织 那董总也是召集 其他的华裔 还有印译的非政府组织 煽动他们一起来 反对这项措施 他们就认为啊 董总的这项读动法 其实已经直接攻击了 穆斯林还有马来人的 那与此同时 土著团结党的青年团 也发起了网络联署 就呼吁捍卫找一文字 以及马来人的权益 同时呢 也促请政府要查进董总 他们在文告中指出 董总反对找一文书法的 这个签名运动 是怀有恶意的 而且是不尊重 国家文化的遗产 那其实说到 这个找一文书法的课题 延烧的很热很热 很多政府领袖 都被要求要做回应啊 其中一个人就是包括了 公正党的总秘书赛夫丁 那记者就有问到他 希望他可以回应 不过他就表示内阁既然已经决定 由教育部长马智里全权处理的话 那现阶段他就觉得 应该让马智里那边去处理吧 他还说到目前这个情况 就是这一个课题 还处于厘清政府立场的一个言论 一个时候 所以呢 他觉得个别政党 其实也不需要去 特别谈论这一个课题 那至于整个课题的演进 也应该交给马智里那边去宣布的 那说到教育部长呢 确实是回答这个课题最佳的人选 可是也不是所有关于这个课题的问题呢 他都可以回答的 那看到之前呢 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就已经承诺说 明天星期三呢 将会在内阁会议再一次提成建议 要重新检讨这个 角一文书法这个课题嘛 那今天呢 有记者就有问到教育部长马智里了 就说 马智里是不是会在这个内阁会议上面 会支持林冠英提出的建议呢 那对于这件事情 马智里他是拒绝正面回应 他说自己不是行动党的党员 要媒体去问行动党的部长 那面对同样的问题呢 张念群就说 他已经看过了林冠英发表的文告 他希望说 明天这个内阁讨论之后呢 才来做回应 所以明天的这个内阁会议的结论 应该也是大家关注的一大焦点啦 好 今天现在部的这个问题 依然是跟赵宜文书法课题有关的 因为今天看到林吉祥就说啊 敦马标签 董总是种族主义 这个部分是错误的 而同时呢 他也认为董总说 小学四年级纳入 看这个内容 是伊斯兰话的开始 也不对 你认为林吉祥的这个说法 就是对不对呢 你是不是认同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那如果你认同林吉祥的说法的话 你可以投选love 你不认同这个说法的话 投选wow 上到我们988Facebook上面 就可以投票和留言啦 那下一段回来呢 其实会提到说 我国际学校会进行另外一个课程 就是新加入的课程 但是敦马就有笑说 这个课程暂时大家好也是同意的 没有人就是会去示威 不过说到示威啊 香港那边昨天 我们也是有在关注 关于警察还演的运动 今天呢 来到下午的时候 这个香港机场又在瘫痪了 对 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关闭 我相信说 即使有一些人可能搭这个飞机去香港 还是要离开的都会受到影响 下一段跟你跟进 最新的这一个情况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 让你紧贴时事不断线 你好 我是乡君 你好 我是欣宜 开始呢 其实学校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 有开始一个新的课程 会进行一个小时的公民教育 那首相马哈迪今天就希望说 这个公民教育可以帮助塑造 有责任 关怀 还有体谅其他人的公民 以及社会 他就说到这些特制呢 其实可以帮助人民 在群体生活当中 不会破坏周围的环境啊 这样子如此一来呢 他就相信马来西亚可以成为一个先进 很干净 还有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一个国家 那顿马还打趣说 目前呢是没有人要因为这一件 公民教育这件事情而示威的 就好像针对这个早一文书法示威一样 那当然呢顿马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公民教育 来塑造负责任的公民 可能也是会跟以下这个新闻有关 他就说其实顿马他说 他经常啊是会去突击检查公共厕所 他说可是他发现说国内的这个公共厕所呢 又臭又脏 让他感到非常的羞耻 这也反映出国民缺乏公民责任 以为说没有人知道是自己做的事情 所以心里面呢就没有这个公民意识 对他其实有提到 去到很多国家 他们那边的那个厕所都是很干净的 很多人都知道说 这一些保护厕所大家都有责任 所以他就反观说 马来西亚的人可能这个部分还是弱了一点 那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公民教育 可能你如果第一次听到的话 你是不是紧张 啊 这样子这个东西会不会加重大家的负担啊 到底是怎样进行呢 其实教育部长马智里还是有说的 六月份开始的这个课程呢 是教育部规定每一个月第四个星期 会放在国文英文伊斯兰教育 道德教育以及历史这五个科目当中 会用一个小时来推行公民教育 那有关当局呢 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避免增加额外的上课时间 不会加重老师还有学生的负担 所以就这样做一个安排咯 就是每一个星期 每个月呢 就是第四个星期会进行一个小时 那至于学前教育方面 就是幼稚园啊 这样子没有上小学之前的这个学前教育呢 公民教育的这个课程会是三十分钟 就是更少是少一半的 OK 我们关注了马来西亚的教育课题之后呢 来关注一下就是香港的局势 那香港呢 这个机场呢 今天是连续第二天是瘫痪的 因为香港市民今天也发起了第二天的警察还演的行动 而这个也是连续已经是第五天 有人去到香港的国际机场呢 是去集会的 那当然呢 昨天呢 是因为这一件啊 就是少女眼睛受伤的事情 发生之后的隔天呢 昨天的情况是比较多人 有数万人就是在香港机场聚集 导致香港机场昨天是关闭嘛 来到今天早上呢 才是有恢复了一些航班的升降 然后呢 大批的示威者在今天的三点之后呢 就开始去到那个离境大堂去聚集 也就是说大家会离开 就是香港离境的那个地方 对 跟昨天不一样的 就是今天这个示威者 他们是直接阻挡游客离境 是看到有这个画面 有发现到说他们不让对方离境 那机管局呢 在下午四点半之后 就暂停所有航班登机的服务 如果你没有办法进入禁区的游客呢 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香港了 其实他们有发出文告就讲说 如果是真的是没有办法登机的话 你就去跟联系你个别的这个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就会另做安排了 那其实法刑社有说啊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况 因为直到今天上午 他就是发现到说 有数百架的这个航班被取消 这一个数据其实还没有难过 最新的这个数据啊 就法刑社的报道还讲 这是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以来 机场使用率最低的一次 那世卫者走上街头啊 对于中国北京 还有对于香港的管制 都是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瘫痪行动 很多人就在想说 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会有多大的损失呢 那根据统计 香港机场瘫痪一天的话 一天里面就会损失 二十万六千人次 这个空运的货值是损失 一百零一亿的这个人民币 所以呢大约会是 五十四亿马币左右啦 那这个机管局的盈利呢 就会减少大约是 一千两百万令吉 所以你可以想象 它对于香港经济造成 这个负面的影响呢 是难以预计的 其实说到这件事情啊 我昨天已经有 在这个Facebook上面 开始看到有人在询问说 他已经book了香港的机票 接下来要怎么去取消 那万一取消的话要怎么办 所以呢 其实身边也是有一些朋友 要去香港的 都已经开始是在留意着什么呢 留意着航空公司的 那个cancellation policy 他们就要了解说 OK如果cancellation的话 他们会不会获得这个赔偿 因为真的是很担心 今天看到那个视频呢 一个看起来好像是 台湾人的一个游客吧 他有说到就是他不能够离境 但因为有记者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有被cancelled flight 他说因为他没有收到通知 所以相信他的那个flight 是没有cancelled 但是他就是进不去 就有点这样的情况 很多现场是其实相当的混乱的 那其实说到这样子 一连串的这个示威抗议的活动 看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呢 他今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就会见媒体 他强调啊 香港已经出现 极度危险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需要把这个行政会议提前复会 从原本的8月27号呢 提前到今天就召开 他说到现在他们唯一要做的东西 就需要反抗暴力 要维护法治 还有要恢复整个社会的秩序 那至于香港资深大律师 就是有指控说 警方在执法当中有滥权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林郑月娥 她是没有做任何的回应的 那另外呢 林郑月娥就有说到 过去这个星期 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呢 有人是把她称之为 不合作运动 这个不合作运动 已经是造成了三大影响 那第一就是对市民造成了很多的不方便 让香港市民上下班都受到影响 而且还瘫痪了香港国际机场 第二 林郑月娥说 这些目无法纪的行为 以正义之民行破坏之时 损害了香港的法治 第三 她说 有很多鼓吹袭警的言论 流传有很多未经查证的照片 影片 对于执法的警员恶意攻击 也拨起警队的家属啊 警队宿舍 这对于香港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那现场其实有外籍记者就悬问林郑月娥 她就说到啊 在警方对地铁站发射催泪弹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何可以让人民相信 他们还可以安全的过生活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提问 林郑月娥她就重申 警方都是为了维护香港700万人的安全 还有秩序 才去做一个这样的行动的 那其实 还有在这个示威当中 昨天就是一直有提到嘛 整个为什么会瘫痪机场 那个警察还演的这个行动 就是因为在前天晚上的示威当中 有一名女子 她的眼球是直接被打爆 然后这个骨是醉掉的 然后可能就是会毁容 眼睛可能就是会永久失眠 针对这个女子的情况 林郑月娥就说 她也知道 各界非常关心这位受伤的女子 那对于暴力冲突中受伤的每一位人士 她都感到非常的心痛 希望她们可以早日康复 但是对于这名女子受伤的原因 其实她认为还是需要再调查的 那被问到说 她到底会不会去探望这个少女呢 她就说警方其实已经做出呼吁 希望这个少女可以主动向警方报案 让警方查出真相 而她也说到当她在方便的时候 自己是很愿意去探望这个少女的 那针对这个少女受伤的原因 我们昨天也是有提到说 是有罗生门的 因为呢大家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些人是说 她是被警方的布袋弹所射伤 可是也有人说她是被自己的同伴误伤的 而警方过后她是有回应说 现在是没有证据去显示说 女生受伤的原因是什么 同时是有承认说 警方确实是有发射过布袋弹 可是发射的具体时间不明 OK那其实面对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越野越烈的一个社会抗争 香港非常著名的作家倪匡呢 他接受专访的时候就形容 他这样子形容 他说这些小儿科的冲击行为 对于动摇政权是毫无作用的 但是他就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就是骚扰 就是困扰人民的一个手段 反而就会失去民心的支持 他觉得还不如就进行个两次 就是规模大到 两百万人上街的一个示威行动 就是震撼全世界 他认为争取这个五大诉求的路 很难走 只是如果游行的人够多的话 够团结的话 不一定是要诉诸暴力才可以有那个力量的 其实84岁的宁狂 大部分人对于他的印象就是 因为他撰写了这个魏斯里的一系列的小说 他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魏斯里的话 他相信魏斯里的聪明 他会只是会去参加这些游行 是不会盲目的冲击 去烙人口舌的 那所以示威者还觉得 是时候重新去检视 然后再出发的 好啦今天就进入现在物 还是回到来马来西亚这里 去关注这个找一文书法的课题 因为今天就看到了行动党的元老林吉祥 他说到 敦马标签董总为种族主义 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错误的 而他也认为董总说 小学四年级纳入CAT的内容 是伊斯兰话的开始 这样的说法也不对 其实你认不认同林吉祥的说法呢 可是我看到说74%的人是认同的 只有26%的人是不认同 就是林吉祥的说法 看一下留言 这个留言 伊克宋他就说 勉强是没有幸福的 强摘的瓜不甜 那么年长了还不明白吗 然后呢 Alex Dior他说 不认同这个说法的符号 应该是一个angry的符号 库三曼就说 他说他坚持敢言 那他就觉得 敦马你把全马来西亚人 分成两派了 这样子他就觉得 其实已经傲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Wayne Wong他说 其实无论是华人 或者是马来人 大家看大家都是种族主义者 要怎样去打破这个隔阂 才是最重要的 OK那看到Lok Chi Chang 他就比较消极的 他就觉得说 好像华人说什么都没有公信力的 他就说 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说 这个角一文是童话他族 等等这样 就是这样的东西 他就觉得让他们去吵吧 孙松高他说 这个人整天是说一些 没有答案的话还是这样子看待 OK黄家威就说 一个话题有两种说法 他觉得有点矛盾啊 所以呢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看法啦 然后呢也有人是在我们的Facebook Live上面 就是有留言的 李凤 Kim呢他就说反对强迫华小去学这个找一文书法 学会这一个就是会浪费时间和精神 他是这样认为 OK那其实关于这个找一文书法 虽然之前呢马智利已经有讲一个最终的定案 但是来到现在好像是明天 因为林冠英他有承诺说会希望带去那个会议再做检讨 所以明天相信就会有一个 看下一个新的进展是怎样的啦 我们就等待明天的消息吧 我是湘君 我是欣怡 我们明天就继续聊